今晚的发烧话题来看到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 而全台也真的跟烤番薯一样热得不得了 尤其在大海北地区跟东半部都出现了极端高温 像是花莲玉里就飙破了40度 虽然是没有破晴天的高温记录 不过连当地的测速照相机都得撑伞避免过热故障 中央气象局也针对全台18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示 不过唯独在本岛只有新竹市是连两天没有发高温预警 气象专家表示了因为新竹市没有盆地 纵谷或是近山区的地形 加上领海可以调节气温 太阳热辣小朋友们不为高温照样喷水枪互相剥水玩得超开心 周末全台热浪来袭台北自来水园区反倒吸引不少民众来细水消暑 已经疫情这么久了那也想说要带小朋友出来玩玩水啊透透气啊 因为热车里才要来玩水啊可以消暑啊 23号是24节气中的大暑全台高温前三名都在花莲 其中玉璃跟复原都标破了40度 虽然没有破前一天的高温记录 但看看当地这个景象 连测速照相机都要帮它撑伞 就是怕高温直射会造成故障 也有农民种的龙虚菜 因为连日高温没下雨已经枯干死亡 本岛高温烧成红番薯 但唯独新竹市连两天躲过这一波的累热了 民众开心玩水享受沁凉畅快 看看气象局针对全台18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灯号 只有新竹市没发高温预警 这边的风相对比较大一点 会受到一些海风的调节 相对来说的话它温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啊 另外也有专家表示如果室外温度比室内高 打开窗户反而会让家里更热 因此建议一旦室外的气温比室内高 除了紧密窗户外 也可选择不关窗或是拉起窗帘 也有相对降温的效果 这动不动 高雄一间资源回收厂 接近中午时发生了火劲 这厂区内堆放了大量的塑胶纸张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现场浓烟直窜天际 消防人员兵分多路 拉水线换救 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成功扑灭火势 滚滚黑烟席卷而来 天空瞬间染鸡 民众陆下瞬间 现场盲灭火进行招管 不少机车族骑到半路停下 准备绕道 起火的是这一间资源回收厂 里头对方大量的塑胶纸类 消防人员兵分多路 拉水线灌救 人可以看见火蛇在烧 严防火势扩大 急调怪手到场 周边居民第一时间募集 大火伴随的农烟让当地雾茫茫 什么原因起火跟天气热有没有关联 要进一步调查 火警农业密布 也引来环保局监测 庆幸的事没造成 人员伤亡 记者综合报导 天气真的好热 就怕中暑 有中医师教民众 可以一秒来判断 自己是不是中暑了 这对象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只要用大拇指跟食指 在两眼之间来回搓揉 出现红红的一条线 就代表是中暑了 而如果是成人的话 就可以搓揉肩膀 如果出现了红红的纹理 也是中暑的迹象 基本上就可以透过刮纱 让热气排出去 用大拇指和食指 在两眼之间轻轻地来回搓揉 这一招中医师教你一秒判断 有没有中暑 来回的刮 它是这一块会慢慢地红起来 它甚至可能会有一条线 如果马上出现红红的一条线 可能就是中暑 这时可以透过刮纱 让热气排出去 它整体过热了 它用刮纱让它出纱 把微血管破坏 让那个比较里面的 太有热量的这些血液 让它会透到比较偏皮掉 然后把里面的热散掉 不过中医师表示 在两眼间搓揉的这种判断方法 普遍来说适合小朋友 换作是大人 要用另一种方式 由下往上拉我们的体肩胛肌 它其实会慢慢出纱 其实我们消息也有一点点重视 当你觉得身体容易越来越沉重 那加上本身来讲你喝水的时候 没有办法立刻的解渴 加上你的肩颈特别的僵硬 最重要的就是头开始越来的晕 越来越的沉重 那这就是有中暑的一个迹象 一般中暑可以医患者的情况 分为三个阶段 所谓的先期中暑 会大量流汗 注意力不集中 头晕胸闷等 这时体温还不会超过37.5度 但如果没有赶快治疗 就会变成轻度中暑 体温就会上升到38.5度以上 感到极度口渴 皮肤灼热 再不治疗的话 演变成重度中暑 甚至会浸卵昏厥 如何自我判断 有没有中暑 中医师建议的这几招 也可以参考看看 记者许建成中国台北采访报道 暑假到来 又有国旅补助加码 小琉球再度涌入了大批的游客 人潮同样出现在东港码头 后船的队伍排了数十公尺 相当惊人 而除了下海玩之外 屏东空中嘉年华 也提供游客飞天的新选择 从22到24号 不仅可以看清航机起降 其中110位民众 更有机会一同共乘 周末假期打清早 码头边全都是游客 打包小包要出游 就连后船区都出现 长长人龙 小朋友喜欢玩水 所以带他们去玩水 去福前 然后晚上就是把衣服 一家大小好兴奋 都还没到装备 已经穿好 随着暑假来临 又有国旅补助加码 观光人潮 再度涌现 其中小琉球特别夯 今天的话预计加开 20班船 可能会3000将近4000 船班加开再加开 就怕不够载 摩托车也统统被租光 艳阳高照游客更热情 迫不及待玩水还翻天 只是屏东除了下水 还有飞天新选择 螺旋桨飞快运转 超勤航机 依序起航 翱翔天际超过瘾 屏东横沉半岛 美丽风光 更能全部尽收眼底 运动飞行全台首发 直接降落正式的机场 这是屏东空中嘉年华 从22号到24号 在恒春机场盛大展开 不仅能欣赏飞机起降 其中110位民众 还能跟着教练共乘 航站里面也有相关的DIY 还有相关的一个模拟飞行的体验 玩不到也没关系 室内的飞行模拟器 免费又逼真 体验开飞机 领负担 多样化的活动选择 让民众过个不同以往的 充实假期 记者苏世卫 屏东采访报道